养孤野在农村过节 养孤野 这是我们养人的养 外国人的我们叫养 养人,养媳妇 养孤野 养孤野将人待在农村过节 欢迎养节和玉兰回家过春节 咱们全家人能在一起 能在一起吃年夜饭 吃年夜饭 我跟你妈特别高兴 来咱们先干一杯 就是养孤野 节课和预览上一节课 我们有读过 他们要结婚 他们结婚 然后现在回家过春节 全家能在一起吃年夜饭 我们大家一起人呢 可以吃年夜饭 吃年夜 年夜饭 就是农历十二月三十号 这农历 农历十二月 十二月三十十二月 他们还叫做辣月 辣月 辣月十二月 农历十二月 就是辣月 辣月三十号那一天晚上 大家一起过一个除夕 大家一起吃年夜饭 那今天呢 我很高兴 我们先干一杯 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好好 恭喜恭喜 祝你们新年万事如意 这一篇课文 我们读了以后呢 等过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现在呢 我们学着说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万事如意 杰克你要觉得逼扭 我们看一下逼扭 这就是逼扭 矮 矮 就是逼扭 如果你觉得逼扭 你就还教我先生 教我太太 怎么都行 就是我们到别人家 教别人的 教别人爸爸妈妈 也教爸爸妈妈 我们会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开不了口 觉得这样教很逼扭 我们可以教先生 或者太太 怎么都行 这没什么 我知道你们 有你们的习惯 你们有你们的习惯 你们不会生气吧 你们说到哪去 你们说到哪去 这就是 这就是 ного语 Lynn说到哪去 我 普丹 不生 去 发财 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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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了 这里我们有一个称呼 别人来我们家 该怎么称呼 见我爸爸妈妈该怎么称呼 见我爷爷奶奶 怎么称呼 如果家到我 我们结婚 家到我家了以后 要叫爸爸妈妈妈 不能叫先生太太 但是就是这个养姑爷呢 他们说好了 如果你觉得别扭 你觉得开不了口 你可以叫我先生太太 吃菜吃菜 要不菜就凉了 菜就凉了 热饭热菜凉了 过了一段时间 菜就凉了 凉了就不好吃了 你尝尝这个红烧鱼 我们有红烧鱼 这就是红烧鱼 然后我们吃鱼的时候 他们特别注重鱼头和鱼尾 红烧鱼 有一个鱼头 鱼头和鱼尾 那我们吃饭的时候 鱼头放在哪 鱼尾放在哪 谁吃鱼头 谁吃鱼尾 那红烧鱼 你尝尝这个红烧鱼 多来点夹课 我们吃年夜饭的时候 除了吃鸡和肉以外 总要有一条鱼 我们吃年夜饭 除了鸡和肉以外 除了以外 总要有一条鱼 那他们年夜饭嘛 大家一起吃 吃得特别丰盛 吃得特别好 丰盛 就是吃得很多 吃得很好吃 因为一年辛辛苦苦了 大家能回家过年 就是那几天 只有吃喝吃喝 吃的都是那些丰盛的 好的 每天都是很多菜 有鱼有肉 有鸡有鸭 而且年夜饭呢 除了鸡肉 每一家都会有一条鱼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鸡鸭鸭 鸭肉都是好吃的菜啊 难道还有别的意思 还正是有别的意思 有啊 因为语的发音跟 解语的语 就是解语的语 一样 语的发音跟解语的语一样 这个语呢 这个语呢 nó là dư và thừa 语 多语 有鱼 有鱼 有鱼就成了 有 有鱼 意思是希望 在新的一年里 大家生活的更好 家家都有鱼 所以呢 所以呢 今年呢 大家可以多吃一条鱼 我们都有鱼 哦 知道了 有的人喜欢手机号码 汽车号码带8 这个 这个字 不是188 就是518 可能也有这个想法 就是我们说的 吉利数字 我们会有一个吉利数字 或者吉利颜色 吉利数字或者吉利颜色 吉利的花 那他们的吉利的数字 一般就是666888999 666888999 那他们的手机号 汽车号带8 这个字 是188 188他们会念成188 188就是我要发发 五要发发 五要五一八 他们会念成要五发 就是我要发 可能也是这个意思 对啊 因为有些南方念八 南方人念八跟念发 发财的发 声音差不多 念五跟念我的差不多 就是发 八就是发 五就是我的差不多 所以要发发和要五要发 就念成要发发和我要发 他们希望发 所以喜欢八 后来别的地方的人也这样做 咱们的杨姑爷 还知道的 还知道不少中国的事呢 吃完了年夜饭 咱们一边看电视 一边包饺子 那一天晚上呢 他们吃喝吃喝 隔两两到三个小时吃一次 隔两三个小时就吃一次 就是做这个吃 做那个吃 因为那几天呢 他们只有在家里 不用上班 除了吃喝看电视 睡觉以外 还能做什么呢 就是吃 都吃完晚饭了 为什么还包饺子 难道还有客人要来吗 他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吃饭了 还要包饺子 这是咱们北方的风俗 他们北方的风俗 年夜饭 除处当晚 他们会包饺子 旧的一年快要过去的 新的一年就要开始 所以家家都睡得很晚 这叫守睡 守睡 就那天平时 他们可能八点九点上班 但那天晚上 家家都十点 十二点才睡觉 因为他们要守 因为他们要守睡 守到最后 旧的一年最后的一刻 就是守睡 守睡的时候呢 北方人一般要包很多饺子 所以那么从吃饭 睡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我随便 对一 对一 那你应该可以 做什么 我觉得干什么都很有意思 应该入乡水 习 你们做什么 我做什么 你们想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不会抱饺子 没关系 让他跟孩子们 一起到外边去 放便炮 我们有放便炮 OK 便炮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放便炮 这种便炮 长长的一米 两米 五米的便炮 到过年的时候 中国放个特别特别多 家家户都有放便炮 这种便炮 OK 除了放便炮以外 我们还可以放烟花 放便炮 还有 放便炮 和放烟花 放烟花 烟花就好看了 这是烟花 他们过年除夕那天晚上 一边放便炮 一边放烟花 在地上放便炮 在天空上放烟花 好热闹 但我觉得这样很浪费 因为他们已经烧了很多很多钱 放便炮 放便炮 放烟花 那他太高兴了 北京城里 禁止放便炮 在北京城里 因为人很多 很多公司大大小小的 所以呢 这样放便炮很危险 北京的城市 禁止放便炮 不能放 城里人过春节越来越简单 哪有农村热闹 城里人呢 每次过年 大家都回家了 其实不怎么放 不怎么过 各回各的家 现在春节放长假 他怪不得很多人里 不是到外地 到外地就外面的地方 就别的省市的意思 去旅行 就是到农村来过节 因为城市不热闹 没什么意思 他们就到农村过节 我们这不但不禁止 干不禁止 我们有禁止放便炮 禁止抽烟 反而放的比以前更多 现在大家都有钱了 都喜欢热热闹闹 所以他们每一家都 放的比以前更多 今年咱家就买了不少 大便炮 小便炮 保冷 朋友 到12点的时候 我们就去放吧 现在农村过春节 比城里热闹得多 除了吃年月饭以外 我们还贴春联 我们有写春联 我们看写春 写春联 就是大家一起写春联 写了以后呢 就贴春联 写了以后 我们会把它贴到门口上 那就是贴春联 还有做什么呢 贴窗花 这是窗花 就是贴在窗口上 这种呢 他们叫剪纸 剪纸 剪纸 剪了以后 他们会贴在窗口上 他们叫贴窗花 就像把花贴在窗口上一样 简直贴窗花 这种窗花 好看吗 OK 继续 贴春联 贴窗花 扭阳割 就在门口 写春联 在窗户 贴窗花 然后在外面 扭阳割 扭阳割呢 这个老师已经说过 几次了 就他们在外面 碰碰 跳跳 穿着 红红绿绿的衣服 拿着筹子 拿着伞 拿着筹子 这是筹子 这是伞 拿着筹子 拿着伞 然后就扭阳割 在大街上这样扭 就气氛更热闹 还有各种各样表演和比赛 他们还有很多表演 看表演 我们就在这儿多住几天吧 看看我们村是不是可以发展旅游事业 尤其是文化旅游 来干一杯 就是杨姑爷 杨姑爷 杨姑爷 杰克跟玉兰回家 一起过年 大家一起吃个年夜饭 我们会有一个理由 干一杯 然后祝贺死 恭喜发财 万事如意 然后一边吃饭 一边聊 他们吃的时候 他们会吃鱼 肉 鸡 鸭 会聊这些菜 还要聊到过年的 有什么吉利的事情 过年他们特别注重这些 要做一些比较吉利的 哪一数字 哪一些行为比较吉利的 反而呢 也会有一些不吉利 不吉利就是机会的 机会的数字 就是没有幸运的 他们不喜欢的数字 叫机会数字 机会数字是什么呢 就是四四四 四四四跟死的 跟死相应 所以呢 他们不太喜欢这个四 还有十三 十三也是一个机会数字 吉利数字和机会数字 他们还聊一些过年的活动 比如抱饺子 年夜饭 除夕 抱饺子 还有放鞭炮 放烟花 贴春脸 写春脸 贴春花 还有到外边 牛羊哥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呢 叫 发红包 那天晚上呢 我们可以给孩子们 或者给爸爸妈妈 发红包 那个红包叫什么呢 发红包 就是手 手吹钱 他们会叫 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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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就是那个钱 把以前的税数压下来 那就是压 压 钱 孩子们 等到除夕那天晚上 压 爸爸妈妈的压 压 钱 OK OK